好 观众朋友欢迎您回来 我们继续来聊一下在今天呢 这个苏贞昌跟蔡英文两个人的会面 当然在今天呢 看得出这个苏贞昌呢 很多都是话中有话 那么在今天我们刚刚有看到 这个苏贞昌呢他有谈到了 他说呢全党打大选呢 大家都愿意尽心尽力 看看主席要派什么工作 直接指派就不要再讲了 那蔡英文他怎么回应呢 他当然有点笑的笑的有点尴尬 那蔡英文呢他则是强调 他说牵涉的不只是位置 而且是涉及到策略的问题 所以内部讨论之后再跟大家报告 内部讨论回去跟谁讨论呢 来看手版跟谁讨论呢 是谁 是不是是谢长廷要跟他讨论一下呢 吴乃仁也要跟他聊一聊呢 还是游锡坤还是苏嘉全呢 好我们看看名掌主题蔡英文 他究竟要如何面对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局面 好这个一开始就想 创下我们先来请教您 因为刚刚我们其实在讨论的就是说 那苏贞昌他接下来到底会被摆在什么样子的位置 那当然苏贞昌强调我不是在讲位置 我是在问工作 所以这个工作他到底要怎么接呢 之前初选之前 那时候就讲嘛 他就说 这个赢的就是选总统 那要不然的话你如果没有赢 那就是选什么 选国会到国会去 可能就是当个立法院长来拼一下 可是他会愿意吗 这个苏贞昌到底心里面会在想什么呢 其实那五个人谈出来的话 他们最希望的就是苏贞昌去当总干事 大家一直以为说总干事这个位置 好像是将来的行政院长 因为1996年李登辉的总干事就是肖万堂 好像一直有这个错觉 可是你要记得马英九的总干事是詹春柏先生 他也没当到行政院长嘛 但是总干事这个位置非常难做 表面上位置很高 但是最后呢 选赢了你不见得分得到 选苏的就把账算在你头上 然后苏贞昌现在去帮蔡英文 当了总干事就负责 他再努力 人家也说他不努力 只要出点事情 所以就把这个最难的位置丢给他 然后里面最有前途的位置 是不分区第一名 因为不分区第一名只要当上去之后 未来四年 就在国会里面坐证在那边 跟王金平可以分庭抗礼 那至于副总统呢 说实话 副总统就是一天的新闻 然后除非总统身体有样 不然副总统就跟我们秀莲姐姐 或我们秀副总统一样 通常你是看不到的 备位元首 对所以呢 他们五个 绝对是把这种最棘手的位置 丢给苏贞昌 而苏贞昌呢 也知道这种中间的妹妹嘎嘎 所以苏贞昌就绝对不会接总干事 所以就变成说 蔡英文本来就讲说 带领整个扶选团队 其实那个意思就是总干事的意思 所以苏贞昌就把你太齐拳推掉 也让这五个人呢 想要把最棘手的位置推掉 所以现在呢 我相信这五个人 一定跟蔡英文 很快的就要再密会一次 所以原来蔡英文已经有暗示苏贞昌说 叫他去当这个总干事 是可是好 那沈大佬那你觉得有可能吗 是这样 我觉得蔡主席讲说 位置跟策略都重要 我同意 因为位置不能太难看 就是要配得起这个苏贞昌的分量 那策略上呢 就是要让苏贞昌在这个位置上 能够自动自发 这个忠心 发自内心的努力 那你说我是劝 这个我在本节目讲过好几次 我是讲给蔡主席听 也讲给苏贞昌听 你绝对 蔡主席你绝对不能听阿扁的话 给苏贞昌当总干事 他绝对不可以当 因为他当以后 我以前阿扁选的时候 我是台北市党部的 台北市选举总部主任委员 我跟你讲 你如果不是你的心腹的人 你当不了这个位置 因为你再怎么努力 人家都说你是假的 你是假扣扣扣扣扣扣扣 后面你老冠 腰子偏还没冠 你假的 不努力就更糟糕了 所以你现在要苏贞昌发自内心 做到大家心服口服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不要给他 苏贞昌你不要给了 他又不接这就难看了 你就不能给 但是我同意創下的看法 你就要给他这个 也不是给啦 你就是拜托他出任不分区 第一名喔 而不是当选边缘的最后一名 当选边缘的最后一名 就是郑云鹏的idea 我觉得这是虐待 我觉得你要让他当第一名 为什么呢 你当第一名 苏贞昌就自动自发 全国跑到头了 到处去服选立法委员 这一想下咪啊 这一想嘎咪啊 而且他部分区委员的候选人 第一名也理应做这件事情 而且也很适合他的个性 而且到处演讲 就不要再超越什么了啦 你弄下去拼去拼碎就好了 我觉得这个才是恰如其分 而且这个位置 苏贞昌有讲过他不要 但是他讲过一次不要的话 这个蔡主席你聪明的话 你就要讲三次的拜托 你第一次拜托 他会说大家会笑我啊 如果我跟你讲 陈慧文回来节目里头 他一定笑他 因为他底下说 你说不要啊 你怎么又接了呢 所以蔡主席应该说 为党 为国家 我求求你接这个位置 讲三次 这个苏贞昌就会 装成勉为其难的棋手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这是为民进党 也为国家好 因为他接了这个位置 谁最害怕 国民党最害怕 国民党害怕的 就是对民进党好 民进党害怕的 就是对国民党好 两个都互相怕 都互相好 台湾才有前途啊 好 这个李委员 那你很了解国会生态啊 那你看如果他真的是愿意说 在这个蔡主席 不断立邀之下 我就委屈一点 然后出来 这哪有委屈 苏贞昌不会觉得很委屈 怎么会 这也要苏贞昌自己去感受 因为苏贞昌自己干过立法委员 那时候 那个傅雄也在 我们也在 他自己要怎么看待立法院 因为他自己也当过这个县长 也当过了行政院的院长 他自己怎么看待 可能他自己有价值判断 我们很难替他看 立法院的位置可大可小 在野党的领袖位置 也可以有可大可小 但是基本上 我认为下一届的立法院 还是国民党党院长 国民党的席次 可能会少不少 但是基本上还是国民党会赢 那你说 让他去当部门区的第一名 让他全国跑透透 那就是整个的立法委 竞选的这个联合作战 那就让苏贞昌来主导 那我请问一下 谢长廷同意吗 我们现在看民进党的问题 不能脱离派系 他们表面上说 他会把派系解散 你觉得是这样子吗 你认为谢长廷的派系有解散吗 你认为新潮流派系真的解散了吗 你认为竞选期间 吳乃仁是在帮谁 苏贞昌跟蔡英文竞选期间 吳乃仁在帮谁 喜嘉宁是哪一个的 他们两个不都是新潮流的吗 所以我的感觉 我的感觉谢长廷不会让他做这个事 以蔡英文的讲法说 有一个特定的位置 等于是我认为他想的是 的确要不是总干事 就是像主任委员或后援会的总会长 这一种位置 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我看不出蔡英文跟他讲话的时候 是希望他出来选立法委员 把他摆第一名 如果有可能今天就已经点出来了 我们今天从头到头感受不出 这样的味道啊 谢长廷不会同意 因为这对别的派系是个威胁 苏贞昌如果全程跑透透 在负责立委作战的总指挥 那这样的结果他们想到是 其他派系会受打击 这个苏贞昌的派系会大有斩获 这他们不会愿意的 不 沈大老举手了 其实因为在几天前的节目里头 我也讲到 让苏贞昌当博文区委员第一名 最大的障碍就是谢长廷 但是我觉得这就要看小英 小英这个是你展现魄力的时候 你已经走到今天了 谢长廷反对 他当然是反对的 你应该讲 是勒 我讲得算 已经走到这样的话 为大家好 我想着你心里头毛毛的 但是我讲得算 应该他有这个魄力 如果小英敢讲这句话 谢长廷拼了也要吞下去 我觉得很简单的补充 其实你看到今天书这段态度里面 如果你要纳书 你就要排泄 或者是说你今天要把人家给允许进门 而且你先前对人家对他们不起 你一定要见面礼 你一定要伴手礼 这个聘经就是谢长廷 所以真正的矛盾是书写矛盾 所以说